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在神隱二十天之後 終於他就鋪頭上水了 親自走出來打破所有傳言 自從上星期CNN傳出消息 說他動員手術病危之後 關於他的傳聞此起彼落 有些說他死了老襯 有些甚至說中朝邊界出現戰爭等等 現在所有傳聞一掃而空 到底金正恩選了什麼場合來復出呢? 根據朝鮮中央通訊社的報道 他在五一勞動節 出席了順天輪肥工廠的進攻典禮 在典禮之上 所有出席的朝鮮民眾 都向他山呼萬歲 熱烈鼓掌 而金正恩也是向民眾揮手致意 根據朝鮮官媒所拍攝到的片段顯示 雖然金正恩行路不是見步如飛 反而是一拐一拐 只不過他的笑容相當燦爛 為甚麼? 佳恩這個順天輪肥工廠 就是標誌著朝鮮農業 準備要踏進新的里程碑 是極具戰略意義的工程 到底他當日出席這個進攻典禮上 哪些人陪同他去展彩呢? 首先就是金正恩的妹妹 勞動黨的第一副部長金宇正 他負責捧上剪刀 因為要剪那條紅色彩帶 另外有哪些人拿著彩帶? 還有勞動黨的副委員長朴馮朱 金德芬、朴太成 勞動黨的第一副部長趙元勇 但第二把交椅的崔龍海 竟然沒有現身 包括金平一當然也不在 因為他在朝鮮勞動黨上 沒有任何黨籍 那為什麼金正恩會選擇 在五一勞動節復出 而不選平一、閒一呢? 因為勞動節在朝鮮來說 是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般在共產國家來說 都是熱烈慶祝的 金正恩在他接掌權力以來 一、二、一、三年他在五一勞動節 都有主持一些慶祝典禮 從一四年開始打後到一九年 他在五一勞動節 就改為召開一些黨內的大會 他沒有再出席任何的儀式 去到今年因為已經神癮了二十天 選擇在今天勞動節的日子復出 那為什麼又要選擇在這個 順天輪肥工廠那處復出呢? 到底順天輪肥工廠對於朝鮮來說 是有什麼重大的意義呢? 原來在去年年底舉行的勞動黨 第七屆五中全會當中 金正恩說過 農業戰線是正面突破 美國制裁的主戰場 強調要設立農業科研機構 以及培養農業科研的人才 而這個順天輪肥工廠 就是朝鮮重點發展的新項目之一 這個廠房可以讓朝鮮解決農地產量不足 以及欠缺外國進口肥料等等的問題 實情朝鮮的產業結構 是相當簡單 甚至可以說是簡陋的 到底目前朝鮮的農業 它都要化肥的 要治療 主要從哪裡進口呢? 其實就是從中國進口 大家可以看到 朝鮮的農民所使用的肥料 治療的包裝袋 上面全部都是寫簡體中文字的 可以證明得到 中國其實就是掌握著 朝鮮農業的命脈 因為一旦沒有肥料 基本上你不用種 土地這麼貧隻 好了 如果中朝關係友好的時候 當然就沒問題 但是若然中朝關係惡劣的時候 中國就可以禁制 向朝鮮停止出口這些產品 它其實就是掌握著朝鮮糧食的煙喉 所以為什麼這個鄰肥廠這麼有戰略意義 就是這樣 因為它可以自主生產鄰肥的 即是化肥的肥料 其實耕作來說 最重要的是哪三種肥料 我想那些落過田的長者 或者以前被迫去上山下鄉的知青就會知道 耕田主要來說 那個基肥就要有淡輪甲這三種 為什麼朝鮮現在只要建輪肥廠 而不需要淡肥或甲肥廠 我逐樣解釋給大家聽 首先說這個淡肥 淡肥也說 對於一棵農作物有什麼積極的作用呢 就是會使得那棵農作物的葉綠數增加 以及使得它的枝葉更加繁盛 主要就是針對蔬菜類的植物最重要 天然的淡肥從何以來 原來人類的糞便和尿液 是穩陷著很豐富的淡 故此不需要建一間淡肥工廠出來 去化糞池收集就有很多人用了 好了 至於淡肥方面又如何呢 淡肥為什麼要有一個工廠 故意建一出來呢 它建一出來的就是化工原料 好了 但是淡肥從何以來 天然的就是要依靠動物的糞便 但是動物糞便來說 在朝鮮相當不穩定 因為朝鮮的生產條件實在太過落後和惡劣 連他們自己也沒有辦法確保得到 每年的生畜數量是可以去到多少 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有一間淡肥工廠 對於農業發展確保得到淡肥的供應 對於農業發展 到底淡肥對於那棵農作物來說 有什麼積極的作用呢 首先會使得牙長得多些 一棵東西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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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最重要是發展多些牙 就是多些作物 第二就是 使得果實更加大顆 尤其針對瓜果類相當重要 第三就是使得農作物的生產周期會縮短 即是說瓜果的果實會快熟一些 收成期便會短一些 農業的產量便會豐富一些 所以淡肥是相當重要的 第三就是甲肥 甲肥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使得那棵作物的亨漢更強壯一些 使得農作物更具有抗漢 抗寒和抗病蟲的能力 這三件事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他不需要開出一間甲肥工廠呢 因為通過燒草和燒木所燃點之後的灰準 就吻含著很豐富的甲 只要拿那些草木灰來施肥 就一樣可以 當然這個是機肥 到種路上的時候開花結果 也要追肥 追肥當然也要有淡輪甲 所以為什麼這個順天輪肥工廠 對於朝鮮這麼有戰略意義就是這樣 分分鐘今年朝鮮的農業產量 尤其是說瓜類和生果類 會翻幾番都不定 因為輪肥工應就穩定了下來 難怪金正恩出席這個順天輪肥工廠的進攻儀式 會笑逐顏開 對於朝鮮這些國家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工程 為什麼金正恩會在過去的二十天神隱潛了那麼久 到底他搞哪科好像刮不到他 有一種說法就是他去了玄山的樹 是避走瘟疫的 到底是不是 根據朝鮮官方的照片顯示 在這個淡輪工廠裡頭 當然金正恩一行人就完全沒有戴口罩 但是站在遠處的徐松 應該是保鏢 就是戴上了口罩 被人是拍到出來的 他自己也拍出來的 就是說他自己那班人是沒事的 但是一走遠一點 全部都已經戴上了口罩了 到底是否顯示出 其實這個朝鮮女頭是未能搞定 朝鮮女頭的疫情到底情況是怎樣呢 而且根據日本有些媒體所說 當然不知堅定留 就說在金正恩潛水的時候 有其中一名金正恩的安全人員發現了確診 到底是真還是假 這當然是其中一個說法 有另一個說法 就說他根本上是故意炸死 然後找出哪些人想對他有異心 想半變 所以在這個開幕儀式當中 就沒有了第二把交椅 崔元龍 本來他也是要出席這個開幕儀式 既然對於朝鮮這麼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怎麼能夠少得他呢 黑口第二把交椅就沒有出席 當然不知道他死了沒有 因為朝鮮這些封閉國家 只要他不抱頭都會傳他死了 好了 美國總統特朗普 他怎麼說呢 對於金正恩這件事 他就說現時不想回應 會在適當的時候再作回應 他就說不想再討論這件事 不過 在禮拜六的時候 他就可能會打電話給金正恩 因為美國時間的禮拜六 就是我們香港時間禮拜日的早上 所以他可能明天就會打給金正恩 問候一下他的近況 起碼朝鮮的官媒都拍著他走出來 對答是沒有問題的 不需要靠那些情報科去收訊 起碼就證實得到 他是可以聽得到電話的 好了 到底有什麼消息呢 到時再跟大家說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